我是林隆轩 那目前任职于台南地检署 那我大概当检查官大概是一年多的资历 所以在这个行业当中我还算是菜鸟 所以今天其实我看大家现场的面孔都还蛮年轻也蛮有活力的 那等一下我在讲的过程中我会尽量讲的比较白话一点 但是因为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制度的想象以及理解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会希望说如果在我们后面QA的时候有什么问题 你们尽量讲那我们可以回答的我们会尽量回答你这样子 那今天我们的题目会定为就是穿越刑事司法决定跟相名正义 之所以会这样子定其实是因为说 其实我们像我自己是从法律系开始念的 所以法律系四年研究所三年 然后再加上工作受训两年再加上一年多 所以其实我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的逻辑以及方式 可能已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机械式吗 就是对我来说我就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里面 所以我的思考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今天期待是说我一开始可能先跟大家讲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 以及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的状态是怎样 那之后可能才会有一些我们自己个人的看法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尽量比较快的介绍带过 那一般人对于法官假官的想象就是一个恐龙 对但是这只恐龙到底每天的生活是长什么样子 就是以假官来说我们要内外兼备 什么叫内外兼备 外我们要出门干嘛 出门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看到活人 有时候看到死人 那看到死人是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之前如果你的亲友有可能就是不是病死的状态 可能是车祸 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被病死 可能会涉及到刑事案件 例如说可能是有人撞伤 我们讲的最常见就是车祸 就是可能是有人不小心撞伤你 那如果撞死你 那可能会造成一些刑事上的责任的时候 那这时候假官就会去跟着法医一起去现场看 那这个东西我们办法后续是不是需要做调查或者是甚至要进一步做解剖来做鉴定 最常见到的其实就是浮尸 就是那种不知道从哪里飘来的 那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怎么落水的 到底是他自己落水的 还是别人推他落水的 那这个时候假官就会出现在现场 然后带着法医去相片看看说 这个会不会可能背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这是我们平常在外面会做的部分 那假官其实还有很多任务 像如果选举到了你们就会看到假官在外面到处去宣传说 大家不要接受汇选啊 要检举啊 要打电话啊 其实假官的角色在现代是非常多元的 那这个东西会随着时代而不一样 所以我才会写插花无限 就是假官如果要插花到处都可以插花 那再来内的话其实是我们工作的一大部分 平常的话可能就是 我们在办东西里面的工作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侦查 就是说今天发生可能就是乡民就说在法官板上梦到了一件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好像有人要杀人了 那我们要去查证说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侦查 那查一查之后 发现好像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真的有人杀人了 那我们就把他起诉给法官 说法官你看这个人就是杀人了 你说说是不是 那在法庭上面假官有一个位置 就是代表我是起诉我是一方 那另外一方就是被告人的位置 那公诉假官呢简单的说就是他要站在法庭上把原本假官侦查的东西跟大家说 那可能这过程当中他还要做一些事情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那最后呢判决也判了说对就是这个人杀人了 然后最后判了一个刑度 那要执行是谁负责 这件事情就会从法官这边回到假官这边 就是包含入监执行啊 然后或者是说有些可能是轻罪的 要一根法经历一幅社会劳动啊什么 就又会回到假官的身上 那一般的案件的话有几个来源 可能是例如说民众发生案件之后去报案 然后或者是说有民众结讯体检署案例申告 或者是有些检举什么的 那有了这些资料之后 我们再做一些调查 那这个调查的手段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说 那之后警察把这些东西给我们之后呢 就会一到警察查好之后就会给我们 那这些是我们平常可以运用的一些人力啦 那但是最后的话 有一个比较实质对大家有帮助的部分是说 如果你们对于你们的案件要怎么处理一些问题 其实地监署跟法院都有一些咨询的地方 那如果是对于说 这个事情到底够不会构成犯罪的话 其实可以去法服 或者是说现在很多县市政府都有律师可以咨询 是大家可以运用的资源 那这个之前跳过 然后再来就是说 假官一般来说坐在办公室 就是我们刚刚说警察包的那堆东西 你要看一下里面到底藏了什么东西 到底够不够 不够的话就叫他补 那再来就是说大家常常会有疑问说 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见到假官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那这个其实简单的说是关于 每个地监署自己内部分工的问题 人力运用的问题 那再来是说我们常会在电视上看到 他案跟真案这件事情 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内部分案的一些东西 这大家如果有兴趣等一下可以再说 然后再来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进到侦察庭里面 一进去大概是这个样子 假官会坐在中间 那旁边会有一个啪啦啪啦一直打字的那个人叫书机关 那当事人会坐在中间 然后会有一个电视会有一个那个电脑萤幕 上面就是笔录书机关打了什么 同步你会看到 那像科技比较先进的 有些提示物证书证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用萤幕显示 就是我们会有电脑同步的功能 那这是台南的侦察庭的样子 那特别请大家看一下 就是假官后面挂的不是国父遗像 也不是党会 是国企 因为我们的权利是 不管你承认 不管你承认 这是不是这个国家 但是基本上宪法就是整在这里 那我们的背后就是国企 所以这是国家给我们的权利 那最后案件呢 假官把这东西查完了之后呢 我们结案呢会有几个结果 一个就是把这个案件丢给法官 就是起诉了 那一个是我觉得他有犯罪 可是他可能还要再给他一些机会 所以我暂时不起诉 我会做一些叫他 例如说去做一些劳动啦 或者是做一些社会服务啦 让这个 这件事情 让他有一定的 让他有一定的事情要去做 但是这件事情 我不会起诉 那还起诉跟起诉差别是什么 还起诉的这个部分的记录在外面 就不会被称作前科 就是一般我们人民管理里面 不会有前科 那不起诉的话就是说 大部分的状况是 我觉得他不够成犯罪 那再来就是说 一般人来说会觉得说 诶 检查的书类到底是在写什么 结案那一张纸我看不懂 其实不管是哪一个部分 它大概就是包含事实 就是说 有可能是 呃 告诉人告的事实是怎么样 然后法院查一查 呃 还有证据的排列就是说 我们觉得能够构成这个事实的部分 到底是什么 那 再来之后的部分就是说 诶 这整个事情查完了 我觉得他构成什么样的罪名 那最后最后是 对于法官良心上面 就我们常常新闻会听到说 哦 甲官具体重刑多少多少多少年 那这个是每个数学 大概会有的几个的要素 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我们后面再来讲 那接下来 我再请就是 呃 黄杰法官来跟大家讲一下 等我们案件起诉到了法院之后 后面会进行什么样的流程 好那个 大家晚安 我是黄杰 然后我现在在那个 台湾台中地方法院工作 担任法官 那今天很荣幸就是 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 就是 要来这边分享就是 其实是 呃 有一些 犹豫跟不踏实的地方 因为 会觉得说 呃 但因为我 我的工作年资大概就是 比容轩再稍微长一点 但也没有长很多 那 关于怎么样去当一个 好的法官 或者是说 我理想中的刑事政策 或者说刑事司法的程序 是长的怎么样子 其实 我自己还有很多的犹疑不定 虽然我每天做这样子的工作 我还是常常会在想 就是 做一个法官 做一个好的法官 应该要怎么做 会是比较恰当的 很多决定 我可能之前没有做过类似的决定 在每次第一次做这样子的决定的时候 我都会 常常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 那 尤其 对于我们现在就是 这一辈的 年轻的法律人来说 我觉得 这个问题又更困难一点点 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时代 是一个就是 社会大众可能普遍 不理解 不相信司法的一个时代 然后是一个社会大众就是 很强烈的要求 司法必须要有一些 突破 改变 甚至 甚至也许有人会觉得 应该要就是 砍掉重裂 不晓得 所以 对我们来说就是 这个时代是一个 可能算是很严峻的时代 但也许也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因为在这个时代 也许 在经过了这段时间的 大家的讨论 争执之后 也许我们 确实可以做一些事情 让我们整个 行事司法的程序 会变得不一样 但是 从我开始念法律系 到 一直到我当法官的 这段时间 就是 法官这个角色 我是觉得 就是有了很大很大的转变 在十多年前 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跟印象 就是法官还是一个 就是 蛮令人 呃 不一定是尊敬 可能是敬畏 或者是觉得 很有距离 大家不会 不一定会随便的 去批评的一个职业 好 那 呃 到了大概 五六年前 呃 我自己的 呃 我开始就是 在思考 就是要 是不是要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呢 那时候 那时候的法官 形象已经开始有点转变了 那 但是我还是 我还是非常 就是 相信就是 这是一个很 很重要 而且就是 很有影响力 然后很不错的一个职业 然后选择做这个工作 但是在那个时候 法官的形象大概是变成说 呃 就是 就是之前像网路上 大家常常会有那种 就是一句话 如果想要一句话 激怒某某人 的话 你要说什么话 那如果你是 一个外文系的人 就是别人想要一句话激怒 你可能就可以说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翻译这个东西 你会帮我翻译那个 或是如果你是一个 呃 社工系 或是一个社工 那他就说 那你都是在做慈善的人 或者你都在做志工 就是我网路上 看过的一些例子 那那个时候 对我来说 如果有人跟我讲说 你是要当法官 那 他们不是都是恐龙吗 就是说 呃 他们不是都做很多恐龙判决吗 那个时候 会很严重的激怒我 对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理想 想要做的工作 对 但是 呃 大家从今天我们看到的 我们的这个题目来看 就知道 我们已经有点放弃指导 我们已经坦然接受 就是 大家对我们可能有这个印象 那 所以 呃 而且我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 也是因为我也经历过不止一个人 就是 当面的莫过这个问题 对 就是说 嗯你们是不是就是 有很多恐龙啊 或者说 你写的 是不是有写过什么很可怕的恐龙判决 这样子 对啊 所以 所以 呃 认知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当然我们也有必要就是 呃 不能够像以前一样就是 就是 躲在后面 就是用 法官不语 这个 就是法官不语的意思大概就是说 我们以前 就是 学到的 就是说 法官不语的意思大概就是说 呃 法官如果有什么话想要讲 如果要做什么判断的话 你就在判决里面把它写清楚就好了 你要在 判决里面把这些东西通通都交代得非常清楚 那接下来你就不要再说话了 因为你该说的话都应该要写在判决里面 那以前的司法人 司法人可能是抱持这样的信念吧 所以 基本上对于社会外界的批评就是 不会有太多的 呃 呃 反应或者是 或者是去回籍 或者是去做一些 做太多的说明 那 呃 呃 再来 我都忘记按同影片了 那我 接下来再讲的就是说 那从法官 这个群体的 这个角度来看这些 这个过程跟这个事情 就是 就是在我开始当做这个工作之后 在 这段时间里面 我也可以 非常的 感受到就是我们 呃 法官的同侪之间 就是有非常严重的 集体的焦虑 那我们的焦虑感 可能主要来自两个 那可能 年纪比较长的一些法官 他们的焦虑感主要是来自 年金改革 因为他们可能想到说 五年 五年十年 或是两三年后 他就要退休了 那已经买了房子的贷款 怎么办 那已经 准备要给小孩出国的怎么办 以后如果没有 就是年金如果被大砍了 那怎么办 那当然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 那对我们这些 呃年轻 那就是所有的 法官群体来说啦 就是 另外一个主要焦虑的点 就是 呃社会大众的不信任 这个不信任就是在每天的 我很确定是每天 因为我每天看报纸 我每天都可以看到 就是大家 对于就是 法官的判决 有时候是 检察官的一些决定 但法官的可能更多一点 就是法官的判决 就是有很多 质疑跟意见 那 尤其对我们 就是 在做法官这个职业的人来说 我们看那些意见 我们常常会觉得 这些意见是不够公允 或者是觉得 没有真正的传达出 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 所以 因为这样子 所以会觉得就是 很 很焦急 很焦虑 因为毕竟会觉得 可能传统上 我们自己也认为说 自己这份工作 是一个很有荣誉感的工作 是一个就是 自己常常觉得 自己在做对的事情 但是怎么最后 得出来的结果 就是 是大家 好像 蛮多人都不喜欢的 对啊 那 所以今天来 就是这边 跟大家 谈谈话 就是希望能够 有 一方面是 我先从我自己的理解 里面 就是去 呃 去想象一些 或是说 去整理一些 就是社会大众 就是对于 就是 刑事的 司法的一些决定 到底 之间的落差 到底在哪里 那这个当然是我自己的观察 理解 或是我去问其他人 或是我从报章杂志去了解 那今天这边有 在座这边有很多就是非法律人 那我也很期待 就是 大家可以就是 勇于的 告诉 我们说就是 你们对刑事司法的决定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 不满 或是你们最在意 最觉得 跟你们想象有落差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再来 我可能会希望能够解释一下 到底为什么刑事司法的决定 会跟社会大众的 呃 道德直觉啊 或者是一些 直接的想法 就是会有落差 会有 不一样 好 最后 我也想要问 或者说我想要提出一些想法 就是说 呃 刑事司法的决定 真的应该要 跟社会大众的想法是符合的吗 我觉得 呃 这个也是很值得 就是大家可以 呃 也许大家可以听听看我们的想法 然后待会可以 给我们一些回馈 那我再补充一点点就是 就是 关于法官群体的 呃 焦虑的部分 就是 呃 法官的群体 就是我们 在 例如说我在 我 主要透过就是 可能跟同事的相处聊天啊 还有就是 呃 上法官论坛 因为法官有一个自己的论坛 里面都是匿名的 那 大家会在里面发表一些意见 那从这里面呢 我觉得 大家 最近 呃 的激愤 或者是说 难过痛苦 是 到了一个 就是非常高的一个 顶点 就是每天的发文量 跟我一起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每天的发文量 是完全 是差非常的多 就是 然后有的时候 呃 有一些特定的新闻案件啊 或者是一些 司法高层 甚至有的时候 刚好最近也有 司改国式会议嘛 就是 有一些新的新闻的时候 就是每天的发文量 都非常的多 又可以 感受到大家的 激愤 或者是 一些难过的情绪 那 那 那里面有很多 就是法官自己的反省啊 各式各样的文章都有 但是 呃 我觉得 呃 社会大众对法官严苛 是很应该的 因为对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做的 很多决定 我们都知道 我们每天做的很多决定 就影响 甚至影响到很大 很多人的 呃 人生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 对法官很严 用严苛的角度去看 就是我觉得 用监督的角度来说 的确是应该有很多的监督的 但是呢 呃 地方法院来说 我们 可能上个月 上个月的 就是最后的报表 每个月都会有报表 就是 案件剩下多少的报表 那我们上 上个月 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法官的 手上的案件 是超过一百件的 那超过一百件 可能其中 大概有七八十件 是需要开庭 才有办法解掉的案件 那可能有一二十件 也许不是要开庭 才能够解掉的案件 就是直接可以直接写判决 简单的写判决就可以了 那有七八十件这样的案件 那我们势必一定要去开很多的庭 然后我们势必要花很多的时间写判决 才有办法就是把这些数字消化掉 那所以 呃 每天晚上我也常常看到很多法官的办公室都是亮着的 那尤其我们这些年轻的法官 当然更是就是 加班是很常见的事情 那也有很多 呃 有很多法官有了小孩之后 他们下班时间到了他们就走 但是呢他们晚上九点就会再出现在法院 就是要等把小孩弄到睡着了 然后再回来 那 呃 呃 我们也有常常是大家是用行李箱 或者是用大包包 就是带着卷宗开车回家去加班的 所以这个工作量就是 也让就是法官群体就是 有很深的 就是 嗯 会 会挫折感会更深 因为每天要面对就是很压力很大的环境 然后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但是社会大众却一直否定你做的每一件事 很多是做你做的很多事情 那就是这个挫折感当然是会很深的 那 那我先跟我就是我想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简单的就是刑事诉讼的一些基本原则 那我这边呃 首先是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罪行法定原则 那这个是呃 刑事司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说行为的处罚要就是行为时有法律明文规定才能够处罚 那这个呃 这个这个法律这个法这个这个想法呢 基本上可以推演出就是下面四个四种不一样的想法 就是一个是说你不可以在人民做完事情之后 你才立法要惩罚他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事情都 这件事情他已经做完你才立法惩罚他 那你不就是事后去 变成是事后去 对 因人涉事 然后去要针对特定的人去做特定的就是 加害他这样子 那再来是 另外一个 第二个是明确大概叫做明确性原则 就是说你如果要 你如果要定一个罚则 一个罪 然后一个罚则的话 你这些东西都要定清楚 你不能定的不清不楚 因为如果你定的不清不楚的话 在解释上面就会有空间 那有空间的话就很危险 因为跟第一个原则有点像 就是你可以事后去用解释的方式 来入他的罪 所以这也是很危险的 那再来是 法律的 法律如果明文禁止假行为 那你不能够事后说 呃 因为以行为 你做了另外一个行为 跟假行为有点类似 所以呢 假是有处罚的 所以乙也要处罚 这不能够这样子用类推的方式 你必须要真的明文的写说 以行为是我们要处罚的 你才能够真正的处罚 就是做了以行为的人 然后再来是 你不可以用约定俗成的法律 来去处罚 约定俗成的 他没有写成成文法 但是是个约定俗成 大家都觉得不好 应该要惩罚的事情 但是如果没有写成成文法的话 原则上刑法 还是不能够这样来处罚人家 那这个原则的意义 大概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希望 让人民可以预测 他自己行为的后果 会是什么 然后再来 也可以避免国家滥权去追溯一个人 那这个抽象的想 也许大家会觉得很难理解 那如果要举例子的话 大家就想想看最近可能 哪一种人最让大家一份填膺 或者是不开心 也许我举个例子 也许我举个例子 我不知道恰不恰 可能是像 就是一个 有一个女作家 那她可能就是写了 写了一个小说 然后控诉 有一个 辅习班老师 就是诱监她 那最后她自杀了 那大家对于这个事情 就是非常一份填膺 当然我也 我也是一样 一样会有这样的感受 那是呢 她这个行为到底够不够成犯罪 事实 我们不知道事实到底会是什么 那假设她 对她做的事情 是在年满了16岁以上 然后 也没有利用诠释性交 假设啦 那 但是因为大家对她的这个行为 实在是觉得很 假设她有这样做的话 大家会觉得 大家觉得很不迟 或是觉得很不开心 很不高兴 那大家能不能够去把 就是刑法的那个 呃 与未成年人性交的这个 年纪去调整 在她做完之后去调整 我想 呃 罪行法定主义 就是要避免 就是说 大家因为事后的情绪 或是对一个人的证悟 然后去调整 那样子的标准 然后去导致说 因为对一个人的证悟 然后之后就是 改变刑法的标准 去处罚一个人 那再来是 是无罪推定原则 那无罪推定原则 那无罪推定原则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说 如果不是被 被审判 证明是有罪的话 那这个人 我们基本上会认为 他是无罪的 那如果没有办法 证明他是 有犯罪 或者是他行为不法的话 那是 应该要给他无罪的判决 那这个例子 这样的例子很多 那 我 好 接下来举一个 就是 呃 我 这个时候 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 我可能也还没 我应该还没有出生 但是 我在 后来读书的时候 看到这个案子 让我觉得很震撼 就是 当时就是 曾经发生 台湾 第一个 银行抢案 那 我当然都是 读间接的资料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 对台湾的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就是 天哪竟然有人会去抢银行 那现在这是 常常常常有的事情 也没有常常 就是 不会这么惊奇 那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有证人指 说 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 然后 他有山东口音 然后还有一些些特色 我不记得 我不记得是什么特色 那他 他说就是有 有这些特色 然后呢 警察就是找到了一个 完全符合这个证人说的 这些特色的一个 驾驶车司机 他叫王淫仙 那他就开始 就是把他带到 调查 应该是调查局吧 就是 开始去讯问他 那 过了两三天之后 他要疑讯的时候 我忘记是不是 应该是要疑讯的时候 呃 他说 他要上厕所 然后他就下车去上厕所 然后应该是在 井美桥 还是井美桥 井美桥那个地方 他说他要下车上厕所 然后他就跳下去 就自杀了 那 后来 他们就立刻就说 上报说 呃 他因为畏罪自杀 那这个案子本来就这样就要结束了 那 他自杀过后的几个小时之后 竟然 抓到另外一个 真正的抢匪了 就是李诗科 就在他跳下去 死亡之后 过几个小时后 就抓到另外一个枪匪 那 呃 这样子就很尴尬了 那到底前面案子 到底什么破的 应该当初去 进去抢的人 只有一个人 为什么会抓到两个犯人 那后来 刚才知道说 那时候的警察 他们有刑求他 有毒打他 然后用各种方式 就是逼他要认罪 那他 受不了这些折磨 所以他甚至连就是想要去见检察官 法官的希望跟想法都没有 他就选择自杀了 对 那 当我想也许那些警察 也有可能是觉得 就是他做的没有错 可是 他们心里 没有想过就是 有没有可能是不是 不是他做的 那 这个案子是很久以前的事 可能有三十年以上了 但是 大家可以想想看 就是 我们社会是不是 其实也一直在重复 发生类似的事情 例如说 呃 在妈妈嘴的那个案件里面 就妈妈嘴的那个案件里面 也是先 先抓到了那个 那个谢一涵 对不对 然后 他说 还有两个 两个还是三个共犯 就是他的那个 咖啡厅的那个 老板 他说 他们也是共犯 那警察觉得 一个弱女子 就是 杀掉两个人 就是 的确是很有可能有共犯 那后来那时候就申请 要 积压另外 另外两个还是三个人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 社会也是群情激愤 认为说 一定是他们几个人一起共谋杀他的 但是后来那时候 市民地方法院 就驳回积压的申请 对不对 然后 然后大家也是很觉得很群情激愤 怎么可以就是 让杀人的人 还继续在外面 跑 但是 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真的证明 其他几个真的是 他诬陷 就是其他几个共犯 他说他只是因为害怕 他不想要自己承担那个罪 然后 前阵子才发生的就是 良性 呃 女 对 小模 还有点奇怪 就是一个 对 就是一个女模特 然后他就是 他也在 他也经历过就是 类似这样的事情 就是被全世界都认为 就是 他就是凶手 他就是共犯 然后 他的 男朋友也说 他有帮忙我 我才会做这件事情 但是最后 呃 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还是证明就是 他其实真的没有做 所以 如果 预先的认为 一个人有做 而不是用 假设他没有做的心情 去做这个形式的 程序的话 会很危险 那 尤其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就是 假设 今天 那个 没有无罪推定原则 而你是那个被告 你应该会 如果你 仔细的去想 你应该会觉得这个情境 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变成你要自己去证明说 我是无辜的 可是你要怎么去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呢 对不对 会变得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情况 那再来是证据裁判原则 就是说 犯罪 如果我们要认为一个人有犯罪的话 一定要有证据 那 证据的证明力 应该要 法院来本于 确信 自由判断 不能原 但是不能违背经验法则跟论理法则 好 那第一个 就是154条第二项 大概 应该一看 大家看也是看得懂 就是反正就是要证据才能够判一个人有罪 然后再来就是 大家最常 很常拿来就是 批评法官 检牙官的 就是所谓的自由新政原则 那这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自由新政原则 自由新政原则 如果是顾名思义的话 妄文生义 可能就是说 我们是依照我们自己的新政 自由来决定 但是自由新政原则 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自由新政原则 它有一个相对的概念 叫做法定证据主义 那什么叫法定证据主义 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 可能他们会认为说 有些人他的证据的证明率是比较高的 例如说贵族他讲的话 是有三倍的证据的价值 我举例 就是那农夫可能只有一倍 那商人如果地位比较低的话 可能只有0.5 那你要认为一个人有罪 那可能就是要 可能他对他正反的证人 你可能在判断他们说的是真是假的时候 你会用就是 你会去判断哪一些人用他的职业 或是用他的特殊的身份来认为说 他讲的比较可信 但是其他几个人讲的比较不可信 所以他的比较可以查 但是如果是自由信任主义的话 就不会这样子认为 就应该要斟酌全部的情况来综合去判断 那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刑事程序就是有很多很困难的地方 那这个困难的地方来自说 我们都不是上帝 我们不是神 而且我们处理的事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那也是这个事情可能应该是已经结束了 这个犯罪行为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只能够用我们有的证据来去判断 来去推测 但是这些证据常常也会 要用这些证据来判断来去推测一个事情 常常我们会遇到有很多的困难 例如说笔录 好像我们在审判的时候 我们会先拿 依照我们现在的刑事程序 我们会先拿到检察官搜集的 检察官会有给我们起诉书 上面记载说 谁做什么事情犯了什么罪 那他们会给我们相关的卷证 那通常呢 一个很重要的卷证 通常就是笔录 那这个笔录会问被告 会有问被告的笔录 然后会有相关证人的笔录 那原则上我们当然是采取 相信这个笔录的真实的原则来做 不然每个案件它上来 我们每个笔录 我们还要重新再听一次录音带 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原则上会相信这些笔录 但是这个笔录里面 常常都充满很多陷阱 因为我先讲最夸张的情况 最夸张我曾经看过 经历过的最夸张的情况是 是我同庭的一个法官的案子 就是一个年纪有点的富人 然后她设犯的是赌博罪 然后警察可能就是问她说 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她说没有 我没有在做主头 我只有自己赌而已 然后一直问她 她都一直说 我没有 我没有在做主头 我只有自己赌而已 但是呢 从她的警察局的笔录看起来 她都有承认说 我就是在做主头 这个就是 我就是又跟给几个人签 给几个人签 那讲的跟她 后来讲的完全不一样 那最后怎么办 最后只好听录音带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 花了可能一两个小时 听那个 当庭播那个录音带 就播出来之后 她竟然 警察一直在问她 警察一直问她类似的问题 但是警察完全没有 那样管她在讲什么 警察自己写好很多问题 然后就写 然后她的答案就写对 是啊 然后 我有在做主头 就是她讲的东西 她记得 她笔录的内容 跟她回答的完全不一样 这是最最严重的情况 这种真的是太太夸张的情况 就是很难想象 但在现在这个时候 还是有可能会发生 那比较 比较没那么严重的情况 但是还是很常见的 就是可能 呃 警察的笔录 可能会有一点稍微扭曲 一下 有一点点扭曲 那个 就是被告或是正人的意思 而且尤其是 当你怎么问那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会去牵引她 怎么回答的 所以其实在看这个笔录啊 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实时刻刻 必须要就是 有一点警觉的 再来是 呃 在现在的台湾 就是科学办案跟搜证程序 还是常常会让我们觉得 有很多可以再加强的地方 呃 例如说 车祸的案件 除非 除非 这个案件有行车记录器 或者是 他的一些 激证是非常明显的 不然 常常我们都只能够依赖 就是 证人的 证人的证实 来去做初步的判断 那 如果你真的需要科学化 就是他们如果 增值得很厉害 你真的需要科学化的 一些证据 或是一些分析 譬如说 他的车速到底是多快 通常我们看到 他起速过来 他会 认为他超速 通常都是 他自己有这样讲 可是自己有这样讲 其实他可能只是 他自己不一定 这么清楚 他到底那时候的速度 是多少 对不对 那 如果我们想要多一点的 科学的一些证据 或是擦痕是怎么造成的 那 他的擦痕在哪些地方 那是 在怎么样的速度 或者是 怎么样的情况 他会造成这样的擦痕 或者是 下车痕 这些 比较科学的一些 资料 其实在 大多数案件 我们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 一旦 真的是很有争议的时候 然后法官也觉得 没办法判断的时候 我们只好在 到审判的时候 我们再送 鉴定 我们才会再送 一些学术单位 像有很多大学 会做这样的鉴定 他们就会 给我们非常详细的分析 可是 他们毕竟不是警察 警察 如果在第一时间 他们有这些 这样的概念 然后 你能够在第一时间 做很多的搜证 或是分析的话 其实很多纠纷 在前阶段很早 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也许我知道 现实有很多困境 但是 这个一定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再来是 证人的错误记忆跟伪证 这也非常常见 因为 前阵子没多久 才遇过一件案子 就是 证人从头到尾都说 我看得很清楚 我亲眼看到 他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 他从头到尾都一直这样子讲 但是 到了最后 在审判中交互解问的时候 辩护人拿一些东西提醒他 之后 他就想起来了 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那他到底是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有些 有些人 的错误记忆 就是来 可能会来自于就是 呃 当他用推理 或者是 他用他的一些 就是 呃 警存的一些记忆 拼凑出来一些东西之后 让他讲了之后 他重复的一直讲了之后 他就真的相信 那就是真的 那遇到这种真的人 我们真的也很痛 呃 会觉得很害怕 因为有些人 还真的是 对自己的记忆啊 或是想法判断 真的很有自信 他会讲出 非常多的理由 告诉你说 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真的看到 你真的有亲眼看到吗 我真的有亲眼看到 但最后 常常跟客观视正不符 那还有真人的伪证 这也很常见啦 因为 人会基于各式各样的理由 想要维护这个人 或者是 他 呃 因为为了要保护自己 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做伪证 然后 再来是被告 当然被告就更 更是这样子的 他会用 他会 有各式各样的理由 要说谎 就是为了逃避行责 他 他常常要说谎 那所以 证人 常常说谎 然后被告也常常说谎 那我们就在一堆谎言里面 去想办法判断 谁讲的 版本稍微可信一点 或是 这部分 他讲的版本 比较可彩 另外一个部分 他讲的还稍微可彩一点 然后去拼凑那个事实 所以 在判断事实上面 也会常常遇到很多的困难 再来是 我想大家对于法院 就是很不满的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 就是很多性侵案件的判断 那性侵案件 对法官来说 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 因为 性侵案件有几个特质 一个特质就是说 这个犯罪常常发生在密室里面 就是可能只有两个人 所以 最重要的证据就是 那个被害人他的说法 但是 被害人的说法 也同样 常常是很危险的 因为被害人也可能 因为各种原因 要 呃 诬陷被告 这是很有可能 而且我们 在我们实际的審判的过程中 常常发生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用 剩下的其他的证据 一些间接的证据 来去证明这个被告有罪 常常会变得很困难 那甚至是 有可能是我们觉得 这个证人讲的真的 好像是很可信的 可是真的没有其他的相关的证据 来去判断的时候 那你该怎么办 对被告来说 只有这个人讲 然后我就要因为这样子而入狱 对这个被告来说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我们在实际的审判的过程 我们会去调查很多其他相关的证据 例如说他跟 他在事后怎么跟人家讲一件事情的 那他之后有没有去做一些心理辅导 那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激震存在 当然这是很困难的 但是性侵案件之所以会引起争议 也跟这个有很大的原因 那再来是更困难的案件 是如果被害人是更为弱势的 就是他在智能上面有一些不足 或者是他是个小孩子的时候 这时候他的证言 我刚刚都已经说了 性侵案件很有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证言 应该说最主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证言 但是他的证言又是残缺不全 或者是有很多漏洞 时间地点对不起来 次数对不起来 然后有很多甚至可能出现一些很匪夷所思 一些不可能的一些情节的时候 然后真真假假到底要怎么判断 又会让这个案件加倍的困难 所以大家觉得就是我们在判断一个事实 我们在决定就是被告有罪无罪之前 一定要先确认事实 但是事实其实是非常难在事后去把它拼凑出来的 然后再来是到了审判 像比如说容轩检察官 检察官一定常常对法官觉得不能谅解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起诉的时候 这个案件明明就是这么的证据充分 这个案件明明就是这么明确 他觉得送出去之后 想都不用想不用继续关心了 这个一定会判有罪 但是他最后过了半年 一年之后说到竟然是无罪 检察官可能会很生气 但是这也要稍微讲一下 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原因 当然是有可能在审判过程中 发现了新的证据 那 虽然就是检察官 检察官依照我们的法律是有客观性医务 就是说对被告有利不利的事情都要注意到 但是呢 我觉得人的心理上面 对于这件事情 当你决定要 当你有一个目标去 要往那个目标去前进的时候 对检察官 如果他觉得这个人有嫌疑的时候 他会去想说 我要找是不是跟他有关的犯罪的证据的时候 我觉得人的心理多多少少会 看不见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人的心理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盲点 我觉得检察官会有这样的心理 那是因为有的时候甚至法官也会有这样的心理 但是检察官因为在办案的时候 他们的角色的特质来说 也可能比法官更有可能有这样的心理 所以 之后可能在审判过程中会发现新的证据 那 再来是交互结问 那交互结问 会 会跟在侦查中是 检察官问证人问问题是不一样的 在侦查中 是检察官一问一答 通常是检察官一问一答这个证人 但是在交互结问呢 这个证人要同时通过 检察官跟律师的结问 就是检察官问完之后 假设检察官先问 那这样的问题问完之后 律师还有机会再问他 那这时候律师在设计问题 或者是拿东西给证人去让他回想 或是用各种方式 都有可能让证人说出一些更多更丰富的细节 而且通常 而且通常在审判的程序 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让被告去 让证人去说谎 所以常常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证言 那最后 法官可能如果觉得不够清楚 法官也还可以再问 所以交互结问是一个发现真实 很重要的东西 而且常常会让那个 证人的证言 变得跟征察中检察官 单方面去问这个证人的证言 会有点不一样 再来是证人 当然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翻供 对啊 因为可能在征察中他是被压起来的 这是很有可能 就是他们都是一伙的嘛 然后结果他在征察中是被压的 后来被放出来 他可能觉得比较没有压力了 或是他 有可能是出来之后 比较没有压力 有可能是出来之后 遭受到压力了 对 就是有其他的压力 让他必须要改口 就是 这是很多种可能都有 但我们还是要去判断他 去问他 为什么你会有不一样的说法 那为什么你会 之前这样讲 你后来会这样讲 然后 再来是律师 阅卷 阅卷之后 因为在侦察中 其实 被告跟检察官之间是不平等的 因为 因为侦察中 检察官搜集各式各样的证据 但是被告不会知道 检察官手上有什么 但这个是检察官在侦察阶段 应该有的侦察优势 就是说 他手上有的东西 被告没有 那被告就不知道 自己到底要承认到什么程度 或者说他会 他没有办法去 他手上的筹码就比较少 没有办法去对抗检察官 但是在审判的过程 他们两边是比较平等的 那 律师也越过卷了之后 他通 律师常常会 找到一些可以申请调查 对被告有利的证据 然后 他可以申请传唤到一些 对被告比较有利的证文 然后呢 他也可以提出一些 就是跟检察官不一样的法律见解 来去说服法官 所以这也都是常常 就是会导致案件起诉之后 最后判决的结果 会跟检察官起诉的是不一样的 那这也是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导致大家对法院不信任 他们觉得说 检察官已经把他起诉了 那个时候报纸报得轰轰烈烈 然后就是用头版或是怎么样子的 结果最后 是你们有什么勾结吗 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高高举起 轻心落下 这可能也是 社会大众对于法官检察官 就是不信赖的一个因素 那我只希望就是 稍微把这个过程 告诉大家 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的不一样 那接下来再交给那个 林检察官 就其实刚刚那个就是法官 他已经讲到一些东西了 那我这边的话 我可能先从一些东西来补充 就是说搜证的局限性的部分 就是检察官在侦查的过程当中 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可能有些案件的来源是 可能是民众事发之后报警到警察那边 那一般的我们的程序 可能就是警察做笔录嘛 那做笔录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警察慢慢的打字 然后那个稿子上面好像就已经有一些致死的问题 那是因为警察他们在面对很多各种类型的案件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个类似立稿的东西让他们问 所以对于警察来说 他们在问笔录的上面 他们没有办法问得非常的详尽 那我们收到这个案件之后 例如说一样是车祸 今天一样是小明在车祸当中失去了他的双腿 那有些警察他的搜证可能就只是 哦这个笔录来 然后附上证断证明 然后就把这个案件送进来了 可是各位也知道 车祸的发生 你们觉得还需要什么样的证据 证明车祸有发生 刚刚法官有讲到行车记录器嘛 对不对 那你们觉得还可以找什么东西 来证明这件车祸真的有发生 蛤 目击证人 好 那可是今天如果就是在一个 稻田中间的产业道路 发生车祸的时候 按这是不是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就会面对一个困难 就是今天车祸是两车相撞 在田中间的小路 我只能证明就是 警察到场看到两台车倒在那里 然后有两个人受伤 那到底是谁的过失 其实我们很多的车祸案件碰到的问题 都是证据不明确 所以两方都觉得对方有错 今天如果有行车记录器 说真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因为现在车祸机的画质非常好 就是他都可以拍到前面的灯号 什么怎么样 其实解决了非常多问题 所以很多案件到后来会争执不下 就是在一开始的搜索上面 就会有问题 那或许有人说 如果 例如说 好不是在乡间的道路 是在市区里面 我们如果有监视器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 确认还有没有超速 有一种做法有可能是 就是我这个监视器影像拍摄到的这个部分 我去抓说这边到这边这个距离里面 他花了多少时间通过去推算他的车速 可是一个 一个 我们之前有曾经想要送过这样的鉴定 但是学校通常都不敢鉴定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那个监视器的画质不好 就是第一件事情 再来是监视器是斜的 那个角度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 没有人担保那个路上面 当时没有其他的状况 所以后来我们送鉴定的时候 其实很多学术单位 他不太愿意做这样子车速的鉴定 然后再来就是 第一时间警察到现场的时候 并不是所有的交通的警察 都会画很清楚的刹车痕 还有并不是所有的警察 都可以找到当时擦状新生的擦状痕 所以在第一时间搜正的东西 当他一开始搜的东西不好的时候 到我们手上 说真的车子都被拖走了 大家都拿去修了 车祸现场两个小时 好 画完这些状况 大家做完迷路 大家就回家了 这些激震马上就消失了 以最常见的车祸案件来说 或许大家会很好奇 为什么 常常车祸案件假观 都会要有双方 你们要不要考虑合计 因为证据不明确的时候 你说你闯红灯 你说你闯红灯 我要怎么证明 我今天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 你红灯 你就是绿灯 可是两方都说我看到绿灯 那请问我是见鬼吗 就是难道是耗资坏掉吗 对 所以就是变成说有的时候 有些民众觉得 为什么假观是叫我们和解 是因为这个案件本质 就不是一个稳固的案件 就是它的证据是不明确的 那今天既然发生一个这样子不幸的事情 发生车祸 那可能好吧 我们就伤害了部分大家各自 就是有点像是道义上的负责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在处理案件的角色 并不是说 这个证据明确 然后就是有罪就是无罪 有时候我们其实是 站在一个当事人的角度说 今天这件事情在法律上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交代 那怎么样对当事人来说 会是一个好的结果 那这是我们在处理案件的时候 可能一个思考 那假设说这个案件 嗯 像我刚刚讲我们会有相应的案件 车祸死掉的案件 那如果说很不幸的他 就是这个在车祸死掉的案件当中 说真的 那一天 那个死者骑车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闯红灯 如果没有监视录影器 当时也没有其他的车 经过的时候 我们唯一剩下的 人真的说法 就是这个撞到他的行医人 那这时候 我们假惯又不会关录影 我也没有办法问死者说 你告诉我 当初你到底要不要闯红灯 我没有办法 所以 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们 暗天会觉得说被害人很可怜 但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真的很少 那 我们一般在想象上面 我们可以一个案件 花很多的时间去想象 说做很多样的证据的搜集 可是当今天 像我们一个月 目前的时候 台南已经算是一个中型的都市 不算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地点 不相信美根桃园 但是一个月的侦查案件 可能也是七八十件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月收集八十件案件 我下个月 如果完全没有结 就会是一百四十到一百六十件 请问一个月 假设我都不休息三十天 你一天要结几件案件 所以 就会变成说 当一开始 我刚刚前面有讲到 我们有很多的友军 可以帮我们做一些证据的收集 可是当这些第一阶段的收集 没有收集好的时候 这个案件到我们手上 我们后续能够补的东西很少 除非说这些东西还存在 例如说什么 就是如果说今天这个案件 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挽救它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做收证 像以人证来说 刚刚法官有讲到说 就是有的时候 笔录呈现的并不是那么真实 那对假官来说 每个人对笔录的看法不一样 但是对我自己来说 笔录只是告诉我说 这个人他当下 可能有类似这样的想法 但是到我这边来 我一定会重问 那在重问的过程当中 为了避免他可能 会有记忆上的错误 或者是他会有一些误解 我会跟他讲说 你不需要用太多的专用名词跟我讲 你只要跟我讲 那天那个故事 到底怎么发生的 你今天到底 原本是骑在哪一条路上 那你骑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其他旁边的东西是怎么样 你有没有觉得说 今天骑起来是不是 就是好像前面没什么车 所以你骑的是不是比较顺 还是怎么样 那你骑到那个路口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 旁边已经有黑影了 还是没有 那你过这个路口 过了之后 你都没有感觉到旁边有东西吗 那为什么 那他是从什么时候 你才看到他 你看到他的时候 到你们相撞的时候 大概隔了多久 其实我们在问题的过程当中 也会试着去挑战证人 并不是我们不相信他 而是人的记忆本来就会有落差 例如说今天是5月12号 现在是大概八点多 你上个礼拜 之外很多你在干嘛 我直接这样问你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是一片空白 但是如果我天天问你说 假设你是学生 我可能问你说 你上礼拜那堪课下课之后 你去哪里 你可能就会比较有记忆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在问证人的时候 会有一些方式 可以拱固证人的一些方式 这也是我们搜证的一个方法 可是人证绝对有他的局限 因为人不是机器 我们不像相机或是摄影机 就是可以完全能录到那个东西 所以人证是有一定的缺陷的 那这样子的缺陷 是他本质的缺陷 到审判当中 本来就很容易被挑战 对 所以我觉得刚刚 就是法官有讲到 有的时候证人到审判中 会讲出不一样的故事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因为有可能 他一直坚信那一天有 然后后来可能两年后 他看到某一张照片 就好像说 我前一天其实是去干嘛 但你根本就不在 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发生过的 所以才会说 如果其实以我们在搜证上面 我们会希望搜证到的东西 是书证跟误证 就是我们可以去调到的一些资料 那这些东西可以辅助我们 去帮助这个证人做回应 例如说证人可能会跟我说 我每个礼拜四都有去看诊 可是明明他上个礼拜就没有去 因为病例就是没有 那我们就会再问他说 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所以对于讲的官来说 其实物证 书证的 他能够证明的东西 那个力道 会比人证还要强 那假设说我们搜证这些东西 我们觉得够了 而且我们可以证明到这个人 有做刚刚罪行法定讲的那些事情 就是法院想规定判罪的东西 然后也能够证明说 对他知道他自己在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包一包给法院 那假官跟法官 有些人就会说起诉不是有罪吗 起诉其实并不是有罪 为什么 因为假官其实在做的一件事情 叫做收集拼图 那我们在收集这个拼图的时候 其实就像 就像我们在煮一盘菜 假官就是告诉你说 今天这件车祸呢 是怎么怎么发生的 那我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证明呢 这些证据就是那些材料的东西 就是例如说 有那个现场 就是车祸发生到现场 然后现场会照照相嘛 然后照完相片呢 他不是会拿一个轮子在那边滚去 然后那个距离吗 说你这个离那边多远 那个离那边多远 有刹车痕我就画一画 嘿 就是那个试固现场图 还有呢 试固现场的状况 例如说 那个灯号 有没有故障啊 然后这条路有没有凹陷啊 两盲的灯光怎么样啊 然后还有你们两边有没有夹照 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们有没有酒驾 有没有酒厕值 这些东西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些 就是我刚说的 里面写到一些材料 那我把这些材料组起来说 认为说 对今天这些车祸 就是因为你闯红灯 所以发生的 所以我起诉 那这个东西 是我们收集好的材料的东西 然后我们告诉法官说 这些材料可以证明出这个事实 就是这盘菜 那法官那边要做的是什么 他是来做一个再检视的东西 因为就像刚刚法官有讲到说 虽然讲法官的义务是有利不利体主义 但人一定会有一个盲点 其实就好像 例如说 嗯 朋友之间可能有的时候会说 那个是谁谁好奇怪哦 他什么什么样之类 他真的是一个怪人 可是你另外听那个怪人的好看 就是说 不会啊 我觉得另外一个人才是怪人 就是人难免都会朝 就是对话也都会讲 对于自己比较有利的部分 这个是人之常情 所以就像我们在收集 虽然我们很 我们也会很努力提醒自己 要有利不利的一体注意 但是我没有办法 否定这个人性 就是说 当我们再去想象一个事实 我们觉得他应该是有罪的时候 难免那个手诊 就会朝向这个方向 那这时候法官要做一件检视就是 当另外一个人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子想 所以 例如说 一样是起诉的门槛 这杯水我可能只要到八分满 这就是假官起诉的门槛 可是对于法官来说 他用各种方式去检验 让这杯水到十分满 才会是有罪判决 所以我们两边不代表起诉就是有罪 这是有差别的 但是大家也不用觉得太奇怪 因为其实 假官起诉 然后判有罪的几率 大概也都是9596以上 除了贪污案件 贪污案件是有一些他天生的局限性 但是一般的案件来说 其实 定罪率是蛮高的 所以 我在这边 然后 检验官在 审判当中的角色是什么样 虽然说刚 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的法庭上面 检查庭跟审判庭是不太一样的 在审判庭的时候呢 是法官坐在上面 坐在中间 下面两边一边是被告 一边是 检验官就是公诉人 那检验官在当庭的角色 其实 一方面 这个我好像没有特别写到 就是一方面 就是说公诉人的角色表面 它其实是监督法官的程序上面 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其实 呃 当初会有假官这个角色 其实 一部分的历史渊源 就是为了避免说 把官一手抓 那他会需要一个监督的角色 所以公诉人的角色 一方面也是监督这个程序 到底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已经起诉的事实 他除了就是如果公诉法官 公诉假官也认为说 对 侦查这个假官 调查的东西 确实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那他当然会努力的 帮侦查假官做出的这个 侦查的结果去做辩护 但是当他发现这个案子 可能有问题 公诉假官可能觉得 证据不够的时候 他可以跟法官申请去补一些东西 这是一个比较例外的状况 那假设不完之后发现 哇塞 这个应该是个无罪 这个应该被起诉的案件 那怎么办 其实公诉假官的角色 并不是说 要把无罪拗成有罪 他其实是可以当听 说明他的意见 就是认为说 这件提示就是不构成起诉的门槛 我可能撤回起诉 或者是我请的法官下一个无罪的判决 所以 并不会因为公诉的法官 站在那里 他就是一定要定被告的罪 这也是大家比较常会有的一些误解 这样子 好 那我再接着刚刚的话题 就是说下去 好 那法官的功能角色就是 我觉得许中立教授 他现在是司法院长 那这是我从学生时期 就看过的他一篇文章 然后我觉得这篇文章 很忠实的表现出身为一个法官 在无罪推定原则的这个拘束下面 面对到的困难 然后 那要怎么样子在体认到这个困难的同时 就是坚持住来去做每一个决定 那我觉得这篇文章有很就是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很深刻 而且很有道理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人一定是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残忍的犯罪 或是一些过分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一定会有那样子的同理心 或者是对那样子的事情感到愤慨 但是呢法官要做的事情要忍住这些愤慨 我们要客观的去看证据到哪里 然后呢他对于这个人的起诉 到底能不能够通过就是无罪推定的考验 再来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张东化地方法院 在鼎心案一审的时候写的判决理由 他在最后加了这一段 那当然我没有要讨论到那个案件到底是不是 判得这样是不是适当 那至少我可以知道 而且我也可以想象 这三个成神法官在做这个判决的时候的过程中 他们一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那他们最后做了一个对被告比较有利的一个判决 那他在判决里面就是这样子写 他是认为说就是 他当然也知道社会大众希望 法官给他们什么样的判决 但是呢 他们在看了证据之后 他们本于他们自己的良心 或是独立于就是 独立的去判断法律之后 得出来了这样的一个 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判决 他们觉得这样才是对的 那我觉得最后面他们引的那个 吴豪然教授讲到的就是说 一个冤案到底是怎么样子形成的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想法 就大家如果回想一下我刚刚讲的那几个案件 大概就可以理解这段话的意义 所以呢总结来说其实刑事司法政策 就是人家说刑事司法的程序 其实是一个非常违反人性的设计 那为什么会这么违反人性呢 因为当初在很久很久以前 大家在设计刑事司法程序的时候 当然一定不会有这么多违反人性的一些设计 是因为基于历史的错误经验累积 就是在历史上大家可能真的已经 估陷过很多无辜的人 也许还有很多无辜的人我们不知道 然后或者是因为很多人发现 后来发现他是无辜的 所以我们会想去去想说 那到底我们要用怎么样的程序 才比较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虽然人类一直在想这些东西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 应该还是会持续的不断发生 那再来是国家权利的制衡跟解制 那刚刚林检察官有讲过了检察官的工作 那检察官在侦查的时候 他就是去追诉犯罪 然后最后把被告起诉 如果认为他有罪把他起诉了之后 他起诉了之后 大家要注意到在侦查阶段 他是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的 那法官只能够被动的接受他的案件 那我们也不能主动去 像他们一样主动去发掘犯罪 然后去侦查 这个就是一个权利的分工 到了审判的过程 他律师跟检察官站在不同的角度 来看法官在审判中做的每一件事情 法官在审判中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必须要严格的就是被检察官跟律师双方去监督 他们有很多的监督机制 他们有很多的监督我们的方法 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上诉 他们可以去上诉去诉出上级神来 认为说我们一神做的决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 那所以这个整个刑事的司法的程序是透过层层的分工 再加上权力的相互制衡 然后来希望就是不要 不要在每个程序中都不要有人是有绝对的决断权 来确保这样子的结果会是最符合公平的 再来是刑事的程序呢 其实就是认知到了刑事程序其实是有可能会误判的 因为人有各种原因可能会判断错误 然后事实要真的找到事的真相有很多的困难 所以我们才会有最初的定原则 就是即使这个被告我们真的很怀疑 应该蛮有可能是他做的 但是如果证据不到的话 我们为了避免误判 我们还是要就是让他辱罪 再来我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也许社会对我们很不满的一个原因也是觉得说 司法没有扮演到他应该扮演的角色 但是司法到底应该要扮演什么角色呢 治安的功能是不是司法必须要 我说的是假设我局限在法官了 治安的好跟坏 这是必须要由法官来负起这个责任 或者是说 现在社会大家对于就是怎么样的犯罪类型 大家觉得非常可恶 法官就应该要相应的去提高他的刑度吗 这是法官应该做的事情吗 法官要做的事情 对于各式各样的犯罪 法官应该要及时的去反应 反应民情然后去做应变吗 那再来是犯罪到底他的成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刑事司法主要处理也是犯罪问题 对不对 我们把就是那些犯罪的人判得很重 这些犯罪就不会产生吗 在我的经历里或是我的想像里面 可能还是有非常多的犯罪会一直发生 因为常常犯罪者其实不是因为他会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不会被抓到 或是有其他更多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就是大家的意志其实是很薄弱的 有的时候你就是想要做一些违反 规范的事 但是也许我们平常不会做这么严重的规范 但是人的意志是很薄弱的 或者是说人在无助或者是不了解 真的是不了解 不是那么了解法律的时候 还是有可能会犯下各式各样的犯罪 所以我想大家也必须要认知到 就是司法功能到底他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的极限是在哪里 然后要好好地思考 我们真的期待法官要达成社会上的这么多的目标吗 再来这个 这个刚好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昨天在做这个PPT的时候 我当然想到就是 要跟大家讲 就是要讲包青天 但是我本来想说我大概戴过就好 我那时候我心里觉得最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觉得台湾的法庭剧非常的贫乏 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好看的 或者是有效益意义 或是大家喜欢的法庭剧出现 那除了这个之外 可能就只有廉政英雄 或者是有的时候 三地民事有一些比较闽南 闽南语的剧情 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法庭 但是他们里面的法庭 法官跟检察官跟律师做的事情都非常怪 跟我们所理解的 他们应该做的事情都完全不一样 对 那 所以 呃 所以我觉得就是 呃 为什么 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社会大众对于就是 法庭的想像 一直留在包青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想像 那 但昨天晚上 呃 有一个很有名的 最近应该是蛮有名的一个作者 呃 一个作家啦 就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工的人 那这本书很特别 我有稍微看过 那这本书很特别的原因是 因为他好像是一个工地的监工 还是工头 然后他 呃 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 就是关于底层 就是工人阶级 他们的一些辛酸血泪 然后他们的一些生活的真实状况 那我觉得这本书很特别的是 而且他用 他有非常好的观察力 然后 他写得很动人 把他们的生活写得很动人啊 但是这个作者 昨天他在脸书上面提到了 就是说 呃 呃 他觉得 他应该一直都是这样的想法 但是他说 觉得说 为什么大家还是这么喜欢看包青天 原因是因为 他觉得就是 在我们身边 这个现实生活的法官 检察官 警调的信任度不如 就是宋代这个戏 戏剧的水平 所以呢 看包青天是一件很快乐 很安慰 值得期盼的事情 因为 包青天可以照顾到就是 这些 老残 贫 贫苦 弱者 对 那 我昨天晚上 在准备这个PPT的时候 看到这个 就是他的这些 他的那个PO文 我心里也很感慨 但我不是要 就是 其实我会觉得 他的写作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他 我有看过 尤其是很仔细的看过 其中里面一篇 怪于司法的写作 他当然点出了一些问题 但是 但是我觉得他 当然是对司法程序的了解 还有就是 对于那些做工的人 就是 犯下哪一些罪 他们 那些罪的严重程度 他的理解是 不够的 但是他的确写出了 就是一些底层人民的 一些困境 就是 他们比较容易就是 遇到 被追溯 那 我接下来 我就是尽量 我把他的那个 在脸书上写说 为什么人民会喜欢包青天 的这些 话 就是截录下来 第一个 他觉得包青天 不畏诠释 就是他手上有什么案件 一定坚持自己办到底 绝对没有什么学长解说 可以动摇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 就是 不畏诠释 但是呢 我相信 现代的法官 绝对是比包青天 还要不畏诠释 好 第一个 好 其实最有趣的是 包青天的事迹 其实大部分都是元朝编的 其实事实上 包青天的那些事迹 并没有这么多 他只有几个很简短的记载而已 那 他 如果真的有一个包青天 这样子的一个 这么 不畏诠释的人存在的话 但是他可以期待 其他人会 其他的法官 可以这么不畏诠释吗 假设就算有这样子一个人存在 其他的法官在包青天面临的 那样子的政治环境底下 他有可能不畏诠释吗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 要做到不畏诠释 不可能是靠 个人 必须是要靠整个制度 要在整个制度的有好的保障 譬如说 像我们现在 台湾的法官 我们会有 就是 基本的薪水 我们这个薪水 不会因为我们判了案件 不符合上议 或者是 不符合某些人的期待 我们的薪水就被减少 那我们做的决定 不会说我们做了之后 年底的考核 就被打不优良 成为一个不优良的法官 我们的考核是用优良不优良的 对 那有这些保障之后呢 然后也不会有上级 就是去给你压力 叫你一定要做什么样子的判决 你才不 你不会影响到你以后的发展 要有这样子的条件底下 才有办法谈 不会全是 因为人都是 是会对诱因产生反应的动物 对不对 当这个环境 就是要你堕落的时候 有多少人可以不堕落的 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制度的建立 而不是去期盼 有人会真的不会全是 好 再来是不视力 这个也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 他的意思是说 包青天可能在有人 拦叫声约 什么样的 不管人家遇到什么问题 去解决 但其实在现代的司法体系底下 你可以去声约的途径非常多 你可以去向警察 如果是刑事案件 你可以向警察 你也可以直接到地检署去声约 对不对 那不管你的案件 多么的特别 多么的奇怪 或是你的身告的内容 有多么不合理 他们都必须要有一定的法定程序 把你的东西记录下来 然后去做一个决定 做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 那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有 就是用各种方式来去推脱不受理的一个情况 那至少也绝对会比当初 比当年那样的情况是好的 好 再来是讲话听得懂 这个就就很有趣了 其实法律人常常也被大家批评 就是说你们就是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 看不懂的东西 对啊 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话 我也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就是说而且它的逻辑跟理论 完全经得起实践跟讨论 这个 但是我觉得司法的确是有必须要反省的地方 就是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司法的决定 写出来的东西是大家不能够理解 不能接受的 这个我接下来可能待会再稍微提一下 勇于认识 我觉得这个跟那个有点像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 刚刚林讲官讲的观落音 他讲到那个包心天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也会类似观落音的方式去办案 对 好 救济手段 然后 他说这个贫苦人家就是都比较能够得到救济 那在现在的司法制度底下 对于弱势的保障也是越来越好 其实我们有很多方式 可以让他在刑事程序获得保障 譬如说 我们会 就是有法服嘛 对不对 所以 弱势的人其实是有机会拿到 会有机会得到律师去帮助他的 那一些受害者 法服也会愿意帮他请律师辩护 那在诉讼上 就算你是再怎么样弱势的人 其实在诉讼上你的权利保障 也会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的民事的求偿的机制 我想应该也是非常的 能够给大多数的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有一些解决的方式 当然 每个人在真正遇到案件的时候 满目满意会是 满目满意当然不一定 但是我想基本的程序 我们现在也是很充足 那再来是弱势保障 我想他的这个部分就是讲到说 就是女性 女性在遭受到 弱势的女性在遭受到一些迫害的时候 就是都能够获得正义的支持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可能也是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例如在性侵案件裡面 就是我们为了要能够确保 我们不要错错误的就是让一些没有做这样事情的人 就是得到惩罚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很严格的程序保障 但是他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刚刚看了他大概六点的说法 其实我觉得这个想像呢 就是包新天能够达成正义的想像 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他其实他没有人理解到 就是我刚刚说的 事实其实是 真正的事实是没有人知道的 我们在做的事情是 事后去拼凑那样的 拼凑一个 我们所能够拼凑出来最完整的一个拼图 可是事实到底是怎么样 真的是没有人知道的 有时候案件终结判完了 我都还会有一点点怀疑 这个事情真的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只能用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 用证据裁判法则 就是去救我能够做的范围 去把它就是做出一个决定 所以呢 我想包新天的想像 是的确是真的必须要被扬起的 因为 如果大家有看 Legal High 就是一个日剧 那部法庭剧非常的精彩 我觉得非常精彩的原因是因为 常常这个律师 他有两个律师 一个律师是非常相信正义的 另外一个律师是他腦袋里只有钱的 那在不同的案件里面 有的时候他 其中一个律师会觉得说 他这个人很可怜 然后很努力的帮助他 最后获得胜出判决了之后 才发现 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子 他根本就帮错他了 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是在骗那个律师的 我觉得现实上也有很多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真的都只能够用这样的程序 去慢慢的拼凑事实 而且我们必须要认知到 这个事实常常可能是错误的 那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一定是 我说会有希望包青天 只有包青天最公正的想法 基本上他就是预设了 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人 他知道事实是什么 而且他一定不会错 讲完了之后呢 我又回到 这是去年我们国家的最高法院的判决 虽然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包青天的不是 但是我们国家的最高法院的判决 在去年 写说 但与东方社会就是奉杀人常命为铁律 然后 试听包青天的故事开闸一声令下 莫不大快人心 语今有然 所以东西方的文明相比 价值判断久易 是不争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 这些判决的梳理 能不能够赞同 但至少 我会觉得 因为我今天才想到有这个判决 就是才不会想到有这个判决 我就觉得我昨天想了那么多 然后心里觉得 怎么会在这个年代还有人信赖包青天 我想了很久 然后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同时 后来今天想到了这个判决 好吧 我认了 好 然后再来是要讲到就是 另外除了信仰包青天之外 另外一个宅生式的信仰 就是 基本上 朱学恒 就是 他其实 他也是网路上大家 就是 对于刑事司法正义 就是常常发表意见的一个人 那我没有要深入探讨他的讲的 他这个人的价值 体系 或是想法 是怎么样 就是 其中他最在意的两个 几个点 大概就是 重刑跟死刑 判那个人死刑 然后 在毒品政策上面 之前就是 顾立雄立委有提到 就是说 毒品 吸食 施用毒品的人 大家注意是 施用毒品 就是有在吃毒品的人 用吸的 用吃的 注射的 但施用毒品的人 他认为说 他们其实也是病人 所以呢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治疗 而不是 只把他们 当作罪犯 然后 希望能够有点改革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 以后 是不是大家 吸毒都要除罪化啊 所以我觉得 呃 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 也许也是 社会大众 就是对我们 很不能够认同的一个来源啊 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重刑与死刑 其实在 台湾的司法界 其实 呃 我觉得法官们的想法 也会不一样 其实很多法官也觉得 就是 有一些社会 瞩目的一些案件 他们觉得应该要判重刑 然后 他们也觉得 呃 很多 就是 做了 傷天害理的事情 也应该判死刑 但是也有部分的法官认为 死刑应该要节制的使用 甚至有些法官也有可能是 理念上他是不支持死刑的 那这个是有争议的 那我要说的是 我觉得 这个想法 我觉得取决于 就是 呃 你是怎么看待 就是犯罪的人啊 因为如果你觉得犯罪的人是 他们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那你们会希望 他 大家会希望他 有一天能够复归社会 希望能够尽量去矫正他 的话 你就不会支持这样的想法 但如果你觉得 有些人 呃 他们就是犯罪人 他们永远改不掉 他们就是那个样子 他们跟我们一般人就是不一样的 他跟我们是截然不通的人 那我希望用刑罚来去隔绝他 我希望用刑罚去 惩罚他 的话 也许你就会认同这样的想法 那我这边就是 想要看看 想要就是给大家看看就是 那个 这是小灯泡的爸妈 就是在 那个 他在辩论中年前的一些 陈述 就是觉得说 呃 不管 刑事司法怎么去判 他的 社会问题还是在 他的家庭问题还是在 所以这个东西是刑罚极限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 如果 就算是判了他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 就算是去判了他死刑 那又怎么样 问题真的能够解决吗 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相应看的 然后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就是 媒体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在那个 土豪哥的不起诉 就是 土豪哥他 因为他在 就是 俗称的土豪哥 就是 他在那个 那个案件里面 他有 试用毒品 对不对 那后来他的试用毒品 就是不起诉 那这是自由时报的小编 在当时就是在FB上面 弄了直播 然后 他写说就是 诶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是因为有钱吗 所以 吸毒也可以不起诉吗 然后 这个 这个小编 PO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 那天晚上 就是我看到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 神奇 傻眼 为什么 为什么会神奇傻眼呢 因为 好 这个药营 药营患者 所以我们在第一次 会给他机会 我们第一次会用 观察乐界的方式 就是要求 就是 他去观察乐界 就是在 关在里面 一段时间去 戒掉他的毒品 那如果他没有 他在那段时间 就是 能够 就是 稍微 就是表现得好一点的话 那 原则上 依照法律的规定 是应该要不起诉的 那 他的情况 就符合这样的情况 他是第一次 试用毒品 所以他当然一定就必须要 检察官必须要给他不起诉 但是 这个报道完全没有 理解到 这个 这个小编完全没有理解到 这个事情 而且这个事情是 他点开他自己 自由时报的这一篇报道 他就可以看到 他就可以了解的事情 但是他没有 而且在底下的推文 有一半大概在骂法官的 可是这个 可是这个是检察官 要负责做的不起诉 好 然后呢 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案件 就是在维冠案之后 就是判了之后 一审判了之后 那所有的被告判五年 然后呢 赖清德就是再一次的访问说 他觉得判太轻了 没有办法对社会交代 一定要再判更重一点 然后呢 台湾台南地位必须出来说明 那 后来大家看一下 这篇判决上面写的是什么 他写说就是他们 怎么样 很过分啊 然后法定刑最重是五年有期徒刑 他就开始跟大家讲的 这个跟罪行法定主义是有关系的 那台南地位就很快的回应了 而且就是很措辞非常强烈的说就是 赖市长就是曾经做过就是明代 然后对于这个条文 他其实他里面就可以去推动修法 然后但他没有做 然后他现在对于这个条文 既然说法官判得不够重 他觉得甚至就是毫无法治意识 那赖清德还有回应说我没有要挑战判决 我不是这样说 我那时候一直不是这样 好那这个案子还有后续 这个的后续就是在赖清德这样讲之后 呃台南地位把那个录影找出来 一个字一个字的打出来 再回一个新闻稿 告诉他说你当初就是说判得不够重 你就是这样讲的 你不要再不要再掰了 对 那我只是在想想讲的是说 就是社会上的二手传播就是 常常是造成就是 呃大家对于法院的不理解 法院的决定的不理解 这是其中一些例子 然后甚至甚至到法院后来的处境 已经变成是就是所有的政治人物 大家都喜欢消费法院 对啊我举这个例子只是就是冰山一角 这样子 那这是司法院后来就是觉得说 台南地院这样的回应很好 然后他也支持台南地院这样的决定 那为什么大家对于司法不信任的另外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就是 呃在审判侦查审理的过程中 呃我们给就是当事人的感受 可能是有可能是不好的 那这个可以从很多方面 我尽量的从我自己的经验去反省自己 有可能是法官的态度 有可能因为 例如说 假设像现在我自己的情况 一个早上我可能要排八件准备程序 我要开八个案件 如果一个案件 delay很久 我心里一定会着急 所以有的时候 可能没有办法笑脸迎刃 有时候当然对不是每个案件 我都有办法笑脸迎刃 但是 可能 会比较急促一点 没有让被告就是 讲得 对 他要唱所欲言的时候 我可能会告诉他说 请你讲 就是 针对我的问题回答 或是说 请你讲重点 因为 因为常常被告来了之后 都喜欢从 从盘苦开天 就是 从各式各样的事情开始讲起 那我们有时候 要适时的去 要求他 讲重点 就是回答我们的问题 那也有可能就是 在书记官跟其他司法人员 跟他们联络 或者是相处协调的过程中 让他们觉得不够舒服 像书记官 我曾经打电话给 就是其他的书记官 我说就是 你好 我要找哪一个书记官 但是 他给我的 就是他的态度 他给我的 那个电话的态度 是非常不好的 但是我说 我是某某毒的法官之后 他就 他可能觉得我是外面的民众吧 所以他那个警觉心跟口气 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对啊 所以就可以理解到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民众可能 对司法可能会有不满意的地方 或是说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参与这个程序的人 司法的资源是很有限的 尤其是在大家 尤其是现在地方法院的案件量 普遍都很多的时候 也许他们会真的觉得 没办法唱作语 然后再来是 对刑事程序的目的程序的缺乏了解 他有时候不知道 我们今天要来厘清的 不是把你们的事情都讲清楚 或是让你们的恩怨一次解决 我们其实只是要处罚 我们只是要处理 你看说 我们要处理检察官起诉的犯罪事实 那常常他们会觉得 来了这边 之前检察官早就已经不起诉 或是检察官根本就没有在这个案子要处理这个事情 但他们都会觉得 为什么不让我讲之前的事情 为什么不让我们处理之前其他相关的事情 这只是举例而已 那再来是被害人的程序参与 有的时候 对于一些情况很可怜的被害人 我也会觉得 我们的行事的程序 对他们可能不够的友善 或是说没有办法让他们好好的表达 他们的意见跟想法 那因为现在的刑事审判的主体 我们基本上还是要 还是以就是检察官跟被告 这两个 当时被告再加上他的律师 是这个程序里面最重要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 对被害人的保护可能就不够周全 然后尤其在可能性侵或是其他的一些程序里面 所以我们为了要发掘真相 我刚刚说过交互结问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程序 有的时候 当被告否认的时候 交互结问被害人就必须 就成为一个很重要要做的事情 但是这个常常会让被害人就是遭受到恶毒的伤害 但是这个也是法律有一些缓解规定 有很多就是保护他的措施 但是不论如何 我想还是会对他造成一些痛苦 然后对判决的不能跟不愿理解 这个做法官或假官的人 应该都很不理解 其实他 你里面写这么多东西 很有可能他其实 不是在乎你写的 里面写的那些理由 或是适用的法律是什么样子 他都不在乎 他只在意说 那你要判赔我多少钱 他要去关多久 他们只在乎这个 他们里面的梳理 再怎么样子 他们都不愿意接受 他们只在乎就是 结果对他是不是有利 所以这也是可能 所以打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的案件 一定有一半的人是不理 不满意的结果 甚至是两边都觉得 一边觉得判太多 一边觉得为什么要判我输 另外 再来是判决书的写作 的确是有就是篇幅跟结构 不容易阅读 然后充满了行话 就是要入门的门槛很高 然后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监涉用字的一些情况 那司法院的新闻 司法的新闻稿 也常常会有 就是剪贴判决 然后没有去进一步用 大家都听得懂的话 来去解释的这个做法 然后再来是司法资讯使用者 见面的 使用见面的不友善 如果你是一个非法律人 你想你对什么案件有兴趣 你想找到这个判决 其实你看了新闻之后 要找到这个判决 是很有难度的 如果你是一个素人的话 你要找到这个东西 其实是很有难度的 我最后就刚刚法官讲到的东西 做一点补充 就是一方面 刚刚我们讲到说 就是如果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我想要知道这个案件 到底原本应该与原本本 讲什么样子 那现在对于主播的案件 不论是地检署起诉的时候 或者是法院他们在做判决的时候 都会有新闻稿 那那个新闻稿 虽然长得不是很亲切 但是他通常都会 有那个判决原文可以下载 那或者是说 过一两个礼拜之后 上判决书 如果是法院的话 就是判决书的那个 查询系统 输入一些关键字 可能可以查到 然后再来是现在很多粉 就是Facebook上面 有很多就是 一些粉丝团 他们也在做一些整理 例如说什么极限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会就大法官师 这次会有些整理 或者是那个 法改司 就是 那群名叫什么 法官改革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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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线 上面也会就一些 可能比较短目的案件 做一些比较白话的说明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其实可以上去看 然后如果觉得 他有些地方 他讲的不是很清楚 大家可以留言 试试看 因为主要是说 为什么判决跟 像姐姐 家官来说就是 不起诉书 为什么会这么难懂 是因为像 起诉书最后 其实是此制 圈圈法院 当初这个书类在设计的时候 并不是给当事人看的 所以这也呼应到说 我们现在的程序 为什么好像不是很初衷被害人 一样 这个东西是谁给法院看的 所以充满一堆很奇怪的 关键字 然后当事人都看不懂 当然这个现象 现在以我们这一辈来说 我们本来我们写文章 就不是咬文嚼字 就是非常文言的状态 我们尽量写的白话 可是问题是 因为还是有一些法律的用语 为了概念上的需求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 比较浓缩的方式 这样子写 那当然这个未来 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 不过以大家来理解上面 或许可以借由 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管道去理解 那再来就是媒体的部分 我稍微讲一下 以地检署来说 我们是会有 就是每个地检的 会有住属的那种 就是各个各大报 会有记者在那边晃来晃去 那我们每一周 可能都会就是 会挑一些 就是我们可能觉得 媒体会有兴趣的案子 或是一些 比较重要的案件的资料 会放在记者室那边 给他们看 他们看了有兴趣之后 他们就会报导出来 那所以我们其实 以地检署来说 我们会很需要媒体 去帮我们做一个媒介 希望能够借由他们的笔 去做一个比较白话的说明 跟就是人民做一个沟通 可是这样的管道 其实还是很稀疏 所以其实在未来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 增进大家 对于司法的理解 这个更长远的部分 可能是我们 从小的教育 该怎么做 再来就是我们 在社会教育程度 每个案件里面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跟当事人沟通 那这个部分 可能就会是大家 可以给我们一见的部分 那今天可能 我们目前先 讲到这边 那我们时间交给你 再补充一点点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部分 就是篇幅跟结构不易阅读 我觉得这是现在法官可以改进的一些部分 就是我们可以尽量去做到一些分点分段 然后让这个判决的资讯是很清楚呈现的 而不是一整 就是一整段一直连续下来的 这个我觉得会有助于阅读 但充滥行画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是 比较难克服的一个点 因为其实 各行各业都一定有它的专业 然后有它的门槛 有它习惯用的用語跟概念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稍微比较难克服 但是还是可以写得尽量浅显白话 那司法委的新闻稿 我想现在各个地方法院跟司法院 都体认到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觉得已经有逐渐在改善 那使用者的界面 我觉得现在的司法院也一直在改善 尤其是它现在开放很多功能 给外部的这个搜寻的系统 现在你可以找法院的判决的时候 已经变得更方便 你可以点选很多法院一起搜寻 然后你可以现在可以转贴网址 你可以直接把特定的案件的判决的网址 直接就是转贴出去 这样子其实很有帮助 就是在这个大家喜欢用FB或LINE的时代 就是直接可以转贴连结的方式 去看到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到底在写什么 然后我最后呢 就是想要讲几点 就是说法律人现在也很努力在做 就是跟社会就是沟通的一些工作 例如说像法官改革司法连线 然后描法官的法庭日常 一起读判决 判决刑事诉讼法延旧 这些是我自己知道我有看到过的 在脸书上有粉丝页面的一些社群 那他们都是前两者是法官 然后接下来两者我想应该是法律工作者 但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他们常常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跟大家说明 就是最近发生的司法的议题 然后还有就是判决 那再来是公民法治教育 这个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公民 高中的公民课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没有人重视 还没有人重视公民课 公民课的里面法律的内容也非常的贫乏 内容非常的少 然后那时候我们还花一整一学期还是两 还是一整年还在读三民主义 而不是去可能是一年吧 而不是去读法律政治经济社会 这些学科的一些重要的知识 所以至少在我这个年代 我这个年代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一般非法律人 对于法律的理解是非常粗浅 而没有基本的重要的基本知识的 那现在这个现象已经有初步的改善 但是那从我的年纪以上的这些人 他们都是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公民教育的人 所以非常可怕 有我们国家从二十几岁一直到八九十岁的人 这一群绝大多数可能我们国家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 都没有一个基本的公民教育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这个是第二个我讲的是 这是司法院现在仕途要办的一个营队 就是针对公民老师去参加的营队 因为现在公民老师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就是公民老师可以让之后大部分整个国家的年轻人能够更有法治观的 所以我们更知道法律人到底在做什么 再来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反省跟期望 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法律人 其实我常常我大学的时候 常常会觉得有一些团体或者是某一群人 我都觉得说他们在面对批评的时候 怎么会这么的不理智 面对批评的时候怎么会这么的就是像刺猬一样碰到你就 就把全身道次全部都施展出来 会觉得很不能够理解 但是等我开始念法律念得越久 然后开始做法官之后 有的时候 听到别人就是对法律人或是对法官的批评 我有的时候也会突然 不自觉的就有一些就是负面的想要反击的冲动 或是说想要立刻就是对就是要做一些辩解 然后而不是先去反省说自己到底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 是不是太习于我们的价值 一般大家都公认的价值 然后太太常都只跟就是想法观念接近的人在一起 就同温层都跟只跟同温层在一起 而顾略到很多其实很重要的想法 所以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然后再来是 我昨天也是在看那个有关于包青天的讨论串的时候 看到有人贴了一篇文章 就是在讲说 有一个教授就讲说 你们法学院的学生啊 以后都会当混蛋 为什么当混蛋呢 因为你们以后做的事情就是把别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们要把它当成是你们的日常 你们每天就是早上醒来 然后就是很自然的做的每一个决定 每个决定 但其实都影响到每一个人 就是非常深远 但是你们却把它当成日常生活 那我觉得 第一个是一个法官如果不把这些事情当成 比较 我说不把它当成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来做的话 其实会做得很痛苦 因为每天都一直在想说 这件事情真的是影响太多 太深远了 怎么办怎么办 好紧张 我到底要怎么做 他的压力一定会超级大 他一定会可能真的会崩溃 就是如果每一件事情都很仔细地去想 他对他有什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如果又太没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做出来的决定 我想可能就会让大家失望 所以我也在拿捏这其中的分寸 然后最后当然也是希望就是 如果有更多的法律人站出来 然后愿意跟大家分享想法 然后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就是愿意 听听看我们的想法 或是去理解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 然后如果真的可以认同的话 也给我们一点点支持跟肯定 这样子 OK 谢谢大家